是衣装衣装 你能不能不要再玩游戏机了 机器人 该工作了 去找找那些家伙们是从哪个入口进来的 不用担心 我已经在计划下一步了 天呐 抱歉伙伴们 猫头鹰鱼 我们不需要平板电脑 猫小的计划好了 刚才是我的错 跟电脑无关 我只是 按错了键 我保证 这一次计划一定会奏效的 机器人守着门 没人能进来 我们怎么避开那个大块头进到总部里面去呢 我会突袭它 把它拖到灌木丛里 然后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去它后面 再绊倒它 我需要 平板电脑能控制机器人 我只要连机进入它的控制传感器就行了 等等 猫头鹰鱼 可以啦 你们看好 胖开 难生什么事了 机器人为什么把总部当成大骨了 停下来 哦 我的天呐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们要阻止它 哦 它的传感器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很容易解决 你们等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机器人 哦 我知道了 勇气可佳你这笨鸟 但是机器人只听从 你他的天才发明者 你先进去准备接受箱子 快 飞陛侠 纵身一愿 哦 不 不可以 我需要静下心来 才可以打开这个控制系统 冷静点 伙伴们 那只不过是化石 我们在博物馆 别再用平板电脑了 它帮不了我们 猫小子说得对 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我们要自己来对付它 但它真的帮我们 摆脱了机器人 只是当时有点不一样 来瞧瞧它还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要去 它会成功的 我们走 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你破坏了我的 小心后面 这可真旧啊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这可真是一场大灾呢 你就应该听我们的 我们是团队 记得吗 我很抱歉 我把这点忘了 我的复制品们做到了 抱歉 睡衣小英雄 该上场了 超级猫哥 如果我救了他们 我们就能够一起打败机器人了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队友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睡衣小英雄 就在你身后的那些树后面 放下猫小子们 去抓他们 停下机器人 停我的 那是个陷阱 好了猫小子们 我们来用你们的原木发明 你们好 剩下的也来了 我们快点做好准备 来呀 骑骑人 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要干什么 机器人 还有最后一个 超级猫哥 机器人 快去抓住他 你别压着我 我们做到了 现在轮到超级大力金刚手了 可如果我拔出发亮的东西 你们就会消失 我们不会消失 我们会再次合体成为猫小子 这就是一个团队 开始吧 飞闭侠 超级大力金刚手 事实上 他们是我不可思议的 机器人复制品 要不是因为我的电路板丢了 你也会是其中的一个 你说电路板 你是说这个吗 这是我的电路板 我说你可别太自信了 你这只小猫 很快机器人 猫头鹰女和飞闭侠 就会把你一关进去 我就能掌控世界 你们阻止不了我了 猫小子 等我们出来 我们能帮你 你们不能没有超能力 不用担心 我会拿到你们的睡衣 再找这个吗 你这小猫 哦 糟糕 是的 他们输我的了 还有你的也是 它们的超能力跟猫头鹰女和飞闭侠一样吗 哦 不 比它们的更强 来看看这个 哇 更强的超能力 那不公平 老实告诉你吧 我花了几年发明出超级电脑来控制它们 我的机器人是无人能阻挡的 而我也是一样 我的尾巴冻僵了 那只不过是暂时的 再过一会儿就把你关进笼子里去 该你了 机器人飞避霞 机器人 去抓住它 把电路板给我拿回来 我的尾巴又有知觉了 自动驾驶 这还真是有趣 跟上它 我可没时间玩游戏 快点闪开 我看不见了 猫车 猫声波 一对二对我这样的英雄来说 简直小猜一笔 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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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化исл 他在那里 科学斩救在墙的后面 我们不能让罗米欧闯进去 哦 睡衣小英雄 刚好来看我怎么拿到喷起背包 喷起背包 你想要那个东西干什么 难道你们以为我 征服世界后就四处闲逛吗 当然不啦 我还要逆去飞 哦 还有我的喷臭装置 会把这些难闻的气味 通过烟囱送到每家每户 到时大家都会忙着清除这些臭味 没有人来阻止我掌控世界啊 那样的话就会是一场灾难 伙伴们 我们得让那些拳击手套停下来 无敌猫跳 我来挡住龙女欧 不让她看见我们在干嘛 嘿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罗米欧 什么 现在让我用一些伟大的新设计来毁掉你吧 超级大力精高手 天哪 小心 飞飞翔 快抓不住了 超级犀利盘 这东西真不错 看呐 罗米欧推土机上的零件 居然变成了一个跳跳杆 这是一个弹簧跳跳杆 我一定会修好我的推土机 然后把你们几个都卷进去 我的披方卡住了 他很快 但我也可以很快 因为我有跳跳杆的帮助 等着我冒头英语 我这就来救你 呃 猫小子 你在干什么 我才是那个跳起来像猫一样的人 所以我最适合站在这里 什么 但你只看我做过 我们走吧 猫小子现在要去拯救师 今天是异小英雄 他可是全新的 我还没查出他哪有问题 呃 呃 呃 你还好吗 你刚才打到我了 小傻瓜 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哼 我们走了 贝特 快看 他在那儿 有什么计划 计划就是你们两个推到一边去 好好看看鸡克马迹怎么收拾他 是吗 不行 他说的对 应该轮到方大师来拯救世界了 那我们一起拯救怎么样 就像昨天的节目一样 或者作为迷人闪电侠 我可以 在这里等 这主意不错 我们走 投降吧 机器人 要么就赶快把操场上的器械还回来 要么你就准备好尝一尝我方大师的无敌脚 另外还有我 鸡克马迹的旋风脚 我拒绝 这是你自找的 你们还好吗 很好 方大师和鸡克马迹是不会被打败的 尽管他们通常不会互相谈的 我们能不能团结一致共同组织机器人 我可以是迷人闪电侠 抱歉 他跟方大师没法合作 你可以是斯罗比 小狗伙伴 有危险的话就叫我 但我一点都不想像狗一样笑 嘿 睡意小英雄 看看他都做了什么 已经闹够了吧 这下你该听我的了 那个机器人分神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 你说的对 准备好了吗 鸡克 那当然了 我可以用我的超级猫速 给机器人来上重重的一角 我可以用无敌力量 给那个机器人来上重重的一拳 那我做什么 抱歉 但是斯罗皮并没有什么能用的招式 好了 我们走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要当斯罗皮 我要成为迷人闪电侠 你必须要听我的指令 我拒绝 哦 拜托 嘿 机器人 最后机会 把你拿走的那些器械还回来 我永远不会让你们带走它 因为它是我的新好朋友 机器人 你被包围了 鸡克马迪和方大师 总能找到对手 真是这可怜的小猫 现在从我的雪橇上 猫小子 小心 这 这真的好冷啊 我现在都不能动了 罗米欧 快把我给放 放出去 猫头鹰女 我想我也许可以组织罗米欧 你看呐 现在不行 飞碧霞快回来 呃 猫小子 猫小子 我们能做什么 不要担心我 罗米欧要跑了 快点阻止它 刚不是我的步伐了吧 讨厌的是一小英雄 哦 我们可能是超级英雄 但现在猫小子成了超级冰块 呃 呃 呃 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飞碧霞 快点 我刚刚就想告诉你了 我 嘿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我需要你的帮助 但我的计划可以 啊 好吧 我要干什么 呃 呃 银翅 啊 这样好多了 好了 这计在实验室上 然后用你的无敌力量 阻止它前进 好 但是 然后我们就能控制住制兵机 出发 飞碧霞 呃 等等 你觉得你能击败像我这样的天才吗 太傻了 无敌大理金刚手 呃 等等 我并没有无敌力量 呃 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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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哇嗚 呜呜 震 震车 冰冰冰冻住的寓意 有两个小冰块 躺在路上 两个小冰块呀 哦 真的是好冷啊 快停下你这怪猫 降落到好时候 别说傻事 撞车的 除非这是另一个骗局 我就知道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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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头鹰女 不要担心 我没事 哼 我已经厌倦了 只有一个声音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 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 呜 哦 我好听见声音了 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 也就是说天才罗米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 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没了声音就什么也不是了 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 而这些都是因为菲比较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 罗米欧是一个天才 他是天才 哦 你想说什么 菲比较 哦 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小斑腿 想想看有了这些声音 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 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 哦 这比我想象中的可好玩多了 我怎么停下来了 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 出什么事了 我的声音盒子 小心点 你们这些不会说话的笨蛋 你们会弄坏他的 呜哈 哈哈哈哈 诺米欧 哦 抱歉 我的机器翼龙有没有把你们下了一大跳啊 呜哈 发射矛球 我是最棒的 除了我还有谁能偷走这么大一头恐龙模型 并且让它飞呢 但那不是你的恐龙 我们把它拿回来吧 别做梦了 我要先用这头恐龙来吓唬大家 然后我要用博物馆的其他恐龙 来吓唬世界上的所有人 直到我掌控了整个世界 我们会阻止你的 罗米欧 哦 是吗 先试着阻止这个吧 呜哈 哈哈 那只小猫被我们吓得可不轻啊 好了我们飞吧 飞吧 飞吧 呜 又有一只小猫可以吓唬了 为了下次对抗睡衣小英雄 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练习 这里 小猫小猫小猫 哈哈哈哈 什么 让开小猫我看不见了 呜 啊 啊 啊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猫 啊 是猫 快点 赶在罗米欧修好一笼之前 我们来一个突袭吧 但你要先问在博物馆吓唬我的事 诚心道歉 我道过歉了 猫头英女 那就只是一个玩笑 好吧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抓罗米欧了 猫头英女 我们要在他离开前跳上去 准备 三 二 一 狐狸猫跳 你是我的 罗米欧 嘿 罗米欧 我是不受控制的猫小子 我要过来阻止你的计划咯 不要做白日梦了 猫咪小男孩 你以为你真的能够阻止得了我吗 我要带你一起去 你就能亲眼见证我掌控世界 现在跳 跳 跳 嘿嘿 快跟我走 嘿 罗米欧 你觉得让我跳到半空中怎么样 嘿嘿 这主意不错 跳啊 跳啊 跳 超级大理晶高手 嘿嘿 要不再试试旋转 旋转 我喜欢旋转 我喜欢旋转 什么 罗米欧 你肯定没法让我跳舞 我也很擅长翻根口的 城市广场 邪恶行动开始了 好了 他只想摸牛了 那么 你现在想让我干什么 罗米欧 让我好好想想 哦 对了 不 不是我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没人愿意被别人控制 罗米欧 如果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就该还回去 你们怎么敢控制我 当夜幕坏人抱怨时 你觉得讨厌吗 当然 现在你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偷来的遥控器和内部零件都送回去了 我们也不要忘了 它的第一代无敌罗米欧遥控器 嘿 这是我们直升飞机模型遥控器的 谢了 罗米欧 还要谢谢你们 这次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 也要谢谢你 到最后愿意听我们的意见 做个好队长 我想罗米欧已经受够了 我们可以把这剩下的遥控器和天线都送回去了 一直控制着别人这样不好 即便是个坏人 说得对 哦 这肯定是你们最后一次控制我水衣小英雄 我还不回来呢 但... 嗯... 要不试试... 嗯... 这个绿色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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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猫小子 我们本来还指望你帮忙呢 罗米欧逃跑了 我会去帮忙的 但我要开着我的猫车去 他过来了 快点藏起来 这音响机开着还不错 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更好的 点兵点将点点点 我接下来该试试哪一辆呢 我的飞必侠机动车 不要担心 飞必侠机动车不会飞 所以我们能用自行车包围它 我们走 哦... 真是太好了 只有三条路出去 要么在街的尽头 要么在建筑的那边 我去堵另一端 你们待在这儿 猫小子 如果罗米欧想要掉头 你就立刻用超级猫速跑到出口 把它堵在那里 这一次一定能抓到它 你知道吗 如果我有我的猫车 就能用猫声波来堵住它了 猫小子 别再这样了 不是绿色的按钮 有可能是蓝色的 也不是那个 现在就只剩下红色的按钮了 所以一定就是它了 又是睡一笑英雄 是想要烦死我吗 别那么着急 罗米欧 看来有人需要冷静一下了 快走 你还好吗 我还好 但它把我的羽毛都打湿了 而且又跑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次又没帮我们 就是这件事 我我我我 如果猫车出了什么事故 可不要怪我 快看 城市里发生什么了 你们指的是罗米欧城邦吗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啊 这一切全都多亏了我的大坏盒子 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变形和修改 哦 会这样都是我的错 我总是用同样的办法 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去阻止罗米欧 如果我没有执着于只用一个办法的话 那么罗米欧也不可能那么快完成他的盒子 我做的是一个大坏盒子 如果你要找我 我就在那里面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们永远也进不去的 你说的对猫小子 但是或许有个办法 可以让罗米欧到这里来 睡衣小英雄敢上场喽 我是要当罗米欧市长呢 还是罗米欧国王 主人 你最好到外面来看看 什么 我的实验室在动 这怎么可能呢 点还没有充满呢 出来出来 机器人 超级猫 什么 它怎么不动了 它刚刚明明在动啊 没错 它是在动 这多亏了我的超级菲力霞力量 你竟敢骗我 我的盒子 不 不 主人请您记住 这儿有陷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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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 这是怎么回事 超级吸力们不管用啊 天哪 只是看看你从那么高掉下来有没有事 伙伴们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突然没法吸住任何东西了 当然不能了 多亏了我你才有了笨桌划划手 所以那是某种笨手笨脚射线 才不是某种啊 是最有天赋的笨手笨脚射线 不 飞陛侠被击中了 是啊 而你不肯承认你也被击中了 而飞陛侠下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开车笨手笨脚 笨手笨脚 我吗 不可能 看我怎么用优雅的招式 毁掉那愚蠢的射线 超级猫 不 猫小子 等到 哦 也许他没被击中 哦 超级猫 哦 超级猫 哦 啊 啊 哦 啊 哦 啊 啊 哦 啊 啊 啊 哈哈 哦 我们必须帮他躲开射线 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没被击中的了 我也没被击中 我们去帮他吧 哦 啊 啊 我用这指示牌 让射线转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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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装花花手 我来包你 哎呀 对我来说很容易 因为我不再笨手笨脚了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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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还好吗 还好 什么 不 你也变得笨手笨脚了 笨笨的猫头鹰 我的射线会让你无止境旋转 所以你以后再也走不出一条直线了 啊 我甚至不能飞直线也不能停下来 啊 啊 啊 这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你们两个真的变得笨手笨脚了 我们怎么才能解除这个呢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你也笨手笨脚了 因为我没有 我还是一只优雅的猫 我把你们都变得笨了 谢谢主人 我爱放臭味 我想够了吧 我知道你喜欢它 再来个慢动作怎么样 你这笨鸟 好 这也准备好了 不 你休想 这猫子 不 我接住了 啊哈 一个邪恶机器已经好了 第二个准备 出发 机器人朋友 准备对睡衣小英雄总部进行最后的袭击 我同意 我们必须要用新招式 这是唯一能拿到遥控器 并阻止罗米欧的方法 我们再来睡一遍 猫小子跑到这里 我去这里 然后 我来个侧手帆 没问题 可当你会飞速旋转时 干嘛需要学新招式 我的天哪 等它修好实验室雪橇 它一定会冰冻我们的坐驾 我们要去阻止它 也许我们能够完成招式 就靠我们两个人 可这是一个三人招式 要三个人一起 猫头鹰你来了 好了 用飞速旋转吧 有没有觉得很晕 罗苗 如果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看 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晕了 但是我有更有趣的东西要看 比如 我神奇而伟大的机器 它完成了 不 猫头鹰女 实验室雪橇完成了 就剩最后一个了 快来找你的主人 超级火车 看来你才是那个会觉得晕的人 超级猫虎 我帮你停下 超级大力金刚手 我们现在要用那个新招式了 罗米欧的机器就快要准备好了 我们再来解释一次 我真的已经明白了 我就是不想用它 为什么 你既然知道怎么做干嘛不 那我们走 那个是 罗米欧的实验室吗 那看起来是很像 但是它在到处飞 或许这里 火爆 不要想罗米欧了 它在实验室里怎么可能开火车呢 我们要查清楚是谁 走走走 那好吧 没有痕迹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找啊 千里眼 我看到前面有什么东西 它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它 火车 你看 我说它速度很快吧 去看看是谁在驾驶它 罗米欧 你们好啊 水衣小英雄 但我们刚刚看到你驾驶实验室 那里面不是我 没人在驾驶我的实验室 它就是发生短路自己飞起来而已 不过幸好有这辆超快列车 帮我追上它 但是这些轨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简单 这要多亏了我的发明 就是不轨助手 不管开到哪儿都能有轨道 看起来真是太酷了 还有更酷的呢 它可以在车后面 一直不停地捡起枕木 但是罗米欧 你不需要这辆火车 我们能帮你追上实验室 说得好像我有实验室 就不要火车了 不可能 有了实验室的工具 我可以把这火车变得更快 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快的恶人 你在这儿啊 我的实验室 再见 睡衣小英雄 看来你们要错过火车了 我们要阻止它去追上实验室 阻止它把火车变得更加危险 冲 飞闭侠 快点放开我 你这个大罐头 飞闭侠 超级猫速 难道是坏坏的机器人 阻碍了你这小猫咪的步伐吗 嘿嘿 把它们绑起来 别担心 迷人闪电侠会救你们的 那不是真实的超级英雄的招式 那只是在漫画中 迷人闪电侠 鸡腿出去 出击出击猫头医女 现在是时候把你清理出去了 机器人 不 放开我 不 这没用的闪电机 猫头医女 你还好吧 还好 我感到很抱歉 我为什么要成为迷人闪电侠 我是猫头医女 城市中最宝贵的书要被罗米欧拿到了 我已经拿到了 而且它们很快就会变成我的照片 快点 跟上它们 我们会坐猫声赶上你 好的 不过这次我要用我的猫头鹰超能力了 睡衣小明雄该上场了 他为什么要拿迷人闪电侠的书 千里眼 好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在 那里 猫车 藏起来 你们来得正好 给你 现在去那两棵大树后面把它拴紧了 要紧靠地面 如果我们想要阻止罗米欧 我们首先就要阻止它的机器人 接下来要怎么做 现在 神奇猫头鹰女 要用它自己的猫头鹰超能力 首先 熊鹰斩翅 接着 千里眼 嗚呼 看啊 罗米欧 你还没拿到我最喜欢的书呢 什么 抓住它机器人 你要更卖力一点才行 阿叔给我 停下 你过来拿呀 不要移动 嗯 看好了机器人 对我罗米欧来说没有什么是快的 一个速度缓慢的飞碟吗 这简直太神奇了 又是你 飞臂侠 小心 跑 天哪 你不够快呀 飞臂侠 哈哈哈 我觉得我得好好学学怎么才能不走神 再见了 水衣小英雄 我现在要去市中心了 相信我 再过不久 就有爆炸 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就是超级无敌慢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是总被其他东西吸引的话 我们早就抓住罗米欧了 你们不该再带着我 这怎么行 飞臂侠 我们可是团队 说得对吗 小子 我是很慢 但是如果我专心 还是可以帮忙 我们走吧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耶 伙伴们 我需要有人带着我一起走 猫头鹰女 你负责吸引罗米欧的注意 我来用我的超级飞臂侠力量 对付钟表 猫小子 如果猫头鹰女累了 那就由你来接替他的这项任务 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的动作还是很慢 你要怎么拿到那个钟表 不用担心 这次我不会再被分散注意力了 又是你 也是时候把你给变慢了 你这只笨鸟 我们走着瞧拜 罗米欧 这次可千万不要走神哪 你差点打到我主人 你不要再抱怨了 快点帮我抓住他 快把我的月光丝还给我 马上就要 跑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 讨厌的家伙 飞飞翔 小心 好了 加油 月光花 快长啊 释放出那些种子 这样就不会有空间长出其他的花或是植物了 所以挖掘跟没一点用都没有 也许是 嘿 我在想如果我们给它浇水会怎么样呢 给它浇水 但那样会让它生长的 但别忘了它不是植物 是个奇怪的月光杂草 或许我们浇水后它就会枯萎了呢 等一下 那根水管给了我灵感 我们可以把软管缠在它上面 然后连根拔起 猫头鹰女 我不确定这行不行 让我来试试看 即使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社团 但是我仍然很了解原因 等等 猫头鹰女 嘿 停下笨鸟 好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只是用力拉 猫小子快阻止月之女 那笔侠 sufficient 走开 走开 啊 種子被釋放出來了 這都是我的錯 太糟糕了睡衣小英雄 我的天哪 他們長的到處都是 嘿 我最好一直跟著那隻飛蛾 牠可以帶我去月之女那裡 慢點等等我飛蛾 第一期漫畫那又怎麼樣 還不是一樣的無聊 你說飛蛾俠跟著你 也就是說他離開了總部 其他飛蛾們已經在試著去打開艙門了 如果飛蛾俠離開了總部 那我的計劃就要成功了 很快睡衣小英雄的總部 就是我的了 我的了 它在那裡 你抓不到我的 那隻飛蛾去哪兒了 我就知道他們需要我 足敵飛避俠偽裝書 什麼 熊英小天 好拉月之女 快交出你拿走的第一期迷人閃電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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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是我的飛蛾們在你們的總部想嗎 也就說明我掌控了你們的總部 現在它屬於我了 超級貓速 別想逃跑月之女 飛蛾們不可能進去 飛飛避俠在總部裡 哦 抱歉 夥伴們我在這兒 跟你們的總部說再見吧 睡衣小英雄 哈哈哈哈 飛避俠 你應該好好守在總部裡 我知道 這個 哦 那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個假的月亮 停在矮點的那棟樓上 我們可以近距離去看一看 他在這裡 哦 一隻玩具貓 這算什麼東西 這貓有什麼不好的 你們這些飛蛾真沒用 你們找的東西 沒有一個適合我的新月光巢 月光巢 我告訴過你們 我只想要那些最美麗的東西 看來我得自己來了 月光飛船 快點是一小英雄跟上他 啊 他去哪兒了 去找比那隻玩具貓更好的東西了吧 嘿 我喜歡那隻貓 他會去哪裡找最漂亮的東西呢 千里眼 啊 我的天哪 他去我家了 哦 我的貓頭一禮物 這個月亮雕塑簡直是完美 你們怎麼不把它給我帶回來 有了這個雕塑 你們找來的那些垃圾 就得全部給我送回去 你聽到了嗎 如果他拿到了貓頭鷹禮物 就會把其他的送回去 真是太好了 你本來就應該把它送給其他人的 是啊 把它送給月之女會讓你感覺好些 再好不過了 這就是我新月光巢最需要的東西 他真是太棒了 真是太漂亮了 他 是我的 什麼 所以還真是送給貓頭鷹的禮物 既然如此 我決定要留下所有我偷來的東西 而且還要偷更多 等著瞧吧 我把它拿回來了 但是我們得阻止月之女 我們會的 沒有問題 不管月之女去哪裡 誰一小英雄都會跟著 不會吧 這是卡妹龍 是他 他是在夢遊 他睡著了 但他在做夢 所以會四處走動 我們得把他送回床上去 是的 但我們不能使用超剛速 或帶他飛回家 因為那樣會把他弄醒 他會嚇一跳的 把那些木還回來 月之女 這不可能 你這小短腿 飛蛾們 讓他看看你們的厲害 不會 這可不好玩 啊哈 不很好玩 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木偶表演 啊 什麼 幹得不錯呀 小短腿 啊 你 好了 有主意了 啊 飛鼻霞 飛鼻霞 你還好嗎 還好 快去拿木偶吧 水衣小英雄 拯救世界 超級貓風 快去抓住它們 雄雲看吃 水衣蛾們 你們在幹什麼 嗯 做得好水衣小英雄 木偶們還好嗎 還好 但卡麥龍不好 我們以為你有麻煩 就留他一個人了 誰是卡麥龍 我只是想把那些木偶拿回來而已 卡麥龍在這兒幹什麼 誰是卡麥龍 他叫夢瑩 誰是卡麥龍 我們得幫他回家 沒錯 他比木偶更需要我們幫助 誰是卡麥龍 我想他會成為好玩的 木偶 他要去弄醒他了 我們要阻止他 不要把木偶們就這樣扔到地上 看他們多棒啊 就是這樣木偶們 讓我們來跳跳舞 然後 飛蛾們 咦 貓頭鷹女 小心 咦 咦 哈哈 咦 陛俠 把月光飛船開得離他遠點兒 但是 我從來沒有開過月光飛船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啊 再見了小貓 我要离开这里了 飞碧响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就知道我没办法驾驭月光飞船 抱歉 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就跟着它 音响机太大了 没法跟它去那里 猫头鹰女 你在天上跟着它 我们在地上跟着你 好 我们走 等等 月职女 干嘛 你为什么不把礼物还回去 因为我不想还回去 如果你们有本事就过来拿 那是我的 讨厌的娘 哺哺哺哺哺哺 沈衣小英雄 我需要你们帮我把它拉起来 无敌猫就 连你这小猫也一起来了 好吧 那就看看你这只猫能不能着陆 猫小子 飞儿们 走开 你走开 不 我来了 飞碧侠 快去开月光飞船离开这里 要再来一次吗 但是我真的不行啊 去吧 飞碧侠 我保证只要你愿意尝试你就一定能行 天呐 这比滑冰还拿上好几倍呢 不行 我真的做不到 飞碧侠 你还好吗 我不擅长那些新事物 好了 不要担心 我们两个会处理的 你们已经搞砸了 微不足道的飞蛾们 是时候来试试那些新的蝴蝶助手呢 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漂亮的蝴蝶们 不是很快吗 月之女 水衣小英雄是来把这些蝴蝶带回去的 好吧 飞蛾们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帮我摆脱掉那些水衣小英雄 走开 请你救 让一下 你的飞蛾们还真是忙啊 我以我的九条兵打赌 你拿我没辙 我当然有办法了 依靠我的新助手们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抓住它 蝴蝶编队 你将会永远被我的月光瓷困在这里 这跟你派出的狮子和老虎可不一样哦 猫小子 蝴蝶不兽 这就来营救你们了 不不不不不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不 不 快停下来 赶快回到盒子里去 你们怎么不明白 我是来拯救你们的 猫小子 你不要这么粗鲁 你指的是什么呀 不 刚刚蝴蝶们是不是在我的尾巴上推了一下 认输吧 猫小子 没有的飞蛾们再见 我已经有这些蝴蝶了 我只是想要拯救他们 或许他们只是因为被关在盒子里而生气 没人喜欢被人摆布 你喜欢吗 你说的对 我对他们太粗鲁了 当他们这样对我时我也不喜欢 看见了吗 睡衣小英雄 这些无脑的蝴蝶们会一直跟我待在一起 他们会去做我吩咐的任何事情 一只女 她来这里做什么 一只飞蛾告诉了我罗米欧的全部计划 谁都陛下打我月球的主意 掌炎法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快离开这里 被逼想 我的天哪 我没法甩掉他们 这下我们不可能拿回望远镜了 更别说现在还有宇宙激光机器人罗米欧 月之女和他的飞蛾们都在对付我们 他们人太多了 我们不能放弃 如果我们每次只专注一件事的话 我们就一定可以阻止罗米欧 而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摆脱这些飞蛾 但怎么做 或许可以换你来驾驶 你确定吗 飞陛侠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冲出重吻 好 飞陛侠 我来看 我会出去把飞蛾们都赶走的 没有 不 我们直奔总部的方向去了 雄鹰展圈 小心嘛 小子 哇 我们差点就撞到我们自己的总部了 我很抱歉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是总想着如何一次性解决所有的事情的话 或许就能帮上忙了 你会帮上忙的 但是要记住 想要解决大麻烦的话 要一点一点的来 对我们而言 罗米欧就是大麻烦 说得对 我有一个主意 水衣小英雄 赶上场了 这样就对了 再往左一点 我已经准备好破坏月球了 我感到很激动古人 赶快住手 罗米欧 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偷走的望远镜 有入侵者 有入侵者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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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对护那些飞蛾 飞蜜侠 熊鹰展翅 超级大力金刚手 来追我啊 你这家伙 你永远都抓不到我了 飞蜜侠 小心 你把东西都弄坏了 这一点都不公平 猫小子来拯救你们了 来吧 飞蛾们 发生什么事了 哦 不 我不是故意的 这都是月之女的错 该来场真正的较量了 来吧 水蜜小英雄 有本事来抓我呀 飞蜜侠 我来驾驶吧 别担心 我可以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 有办法了 我可以用猫声部来阻止它 小心 别按锁了 按钮 哦 那个是发射毛球 我要的是猫声锅 飞蜜侠 别再按那些按钮了 飞蜜侠 很抱歉 我只是想要拿回卡麦龙的车 这次我一定可以用猫声锅抓住月之女 飞蜜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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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来这边 飞蛾们 你们肯定抓不到我哦 吴迪飞蜜侠 吻撞树 该我了 超级猫疯 猫头英女 你去拿话筒 快 熊鹰展翅 小心你的桃月之女 啊 快给我走开 你这个山翅芒的傻瓜 谢了 猫头英女 我真希望这个话筒没有被我们摔坏 等等 这个是开关 说不定是它掉下去时被关掉了 你好 哦 太好了 但没有坏 嘿 月之女 你想要听听真正的演唱坏吗 飞蛾们 拿回那个话筒 猫小子 猫头英女 飞饼翔 我们开始 直入黑夜 它们能拯救世界 谁是那些英雄 大家是给你看 谁一小英雄就是我们 谁一小英雄就是我们 大家在睡觉 打击犯罪 吃蛋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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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飞蛾们 你们怎么 呃 如果那些讨厌的家伙们要唱叹琪的歌 那我就恕不奉陪了 追一小英雄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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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蛾们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把话筒送回去吧 真是太棒了 接登休斯敦 又可以开演唱会了 水一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我无法在你们两个中做出选择 所以你们两个去看吧 我就不去看了 不要这样康诺 拿着 你们俩去看吧 不 你们俩去看吧 你们是在互相推让捷登休斯敦的票吗 你们都想来看他是吗 不 飞蛾们 分为两队 准备行动 飞蛾们 大家排好队形 都快点 我这里可不需要什么失败者 很快 这个玩具店里的所有玩具都是我的了 都听好了 哪一队的玩具最大就获胜 现在第一队上 做得很好 我能干的飞贼们 可是 你们就想这样被打败吗 第二队 我的天哪 我们总不能让月之女和她的飞蛾带走所有玩具吧 或许我们可以把她的哨子拿走 她们的队形就乱了 那样的话 她们就不知道该轮到哪一队去偷玩具了 好主意伙伴们 谁能偷偷靠近月之女并且拿到哨子谁就获胜 等等 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为什么非要打败彼此呢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要用我的无敌飞币侠伪装术就一定会赢 不可能 我轻易就能打败你 什么 那就等着瞧吧 我赢了的话你可不要惊讶 但是伙伴们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阻止月之女 独狸飞币侠 我公司 去 哦 是谁在挠我的痒痒啊 停下 别挠了 啊 我的哨子 是我先看到哨子的 所以是我赢了 但是我先摸到他的 所以我赢了 对 是我赢了 水衣小英雄 你们永远都阻止不了我和我的飞蛾们 月光飞船 看 很快我就会成为世界上永远玩具最多的人了 哈哈哈 真是卑鄙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改变一下计划 我们现在去玩具店等飞蛾们 在那阻止他们 这次谁能用最棒的水衣小英雄招式到达那里 谁就获上 还没准备好去派对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太喜欢气球了 尤其这些气球还不是我的 试试急速旋转龙卷风 我知道你可以的 嘿猫小子 你有没有成功旋转过 哦不我怎么忘了 你不会 但是我会 哦我的天呐 我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 只要猫小子愿意试试看急速 快点想一个新主意 这是必须的 我做不了那个动作 但是超级猫速我很拿手 我会在这个圆顶里跑得飞快 用气流把它给掀起来 猫小子已经达到急速了 猫小子现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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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稍微震动了一下 你启动了它的月光灯 漂亮的灯光再配上漂亮的波纹 现在舞会的氛围越来越好了 当然是对我来说 不是你们 猫小子 我知道你不想那么做 可是 不可能 我一定又会被嘲笑的 啊哈 这次我真的想到了个好主意 好了伙伴们 我现在要用猫车来发射猫球 这样一定可以打穿圆顶的 发射猫球 启动弹射器 排队结束了月之女 启动弹射座椅 启动弹射座椅 噢我的天哪 这真是场恶梦 开 再这样砸下去 总部肯定会倒塌的 哇 我很抱歉 我想让我们出去 但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 这下学校的舞会 肯定是办不成了 你们没办法展现物资了 现在只有急速旋转龙卷风 可以帮我们 全靠你了猫小子 没错 唯一出去的办法 就是向下 而唯一速度快到 可以转出通道的 就是你 他们是想用轮胎来填河 可为什么 他想要建造一座桥 他要把他的堡垒运过来 毁掉我们的总部 我们要阻止他 我们会的 让我们的总部也像他的一样旋转起来吧 真棒 等等 不 猫头鹰女 我们不需要旋转 我们总部有很多可以用来防御的武器 我们应该用这些 等我把总部旋转起来后再用 我有个主意 菲比侠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去弄走那些轮胎 来 见识一下这个吧 猫头鹰崩崩崩 啊 啊 什么 再见了 轮胎球 全部搞定 现在旋转吧 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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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过那些粘粘贴吗 我们再来一遍 你们现在玩够了吧 水衣小英雄 很快 只会剩一座堡垒还处立在这里 最好的那个堡垒 我的 哦 不 现在它可以通过轮胎桥了 都是因为我的错 硬木忍者的堡垒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我看到之后也很想要 你们说得对 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时 我们不能全想要 没关系猫头鹰女 我敢肯定 我们总部现有的东西可以阻止它 我们肯定能把小蛇拿回来 我们绝对有东西可以拿来阻止它 而且还不止一样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耶 谁有个最好的堡垒 当然是你 硬木忍者 我们圣殖再也不会有堡垒了 我们的已经被压扁了 非议额外 快去找它 猫小子 快帮我拿开乌鱼 如果我能避开这些雨就好了 我的月光池 跑猫小子快跑 加油猫小子 来 好 好 猫小子跑起来就像一股旋风 哇 哇 瘤了 瘤啦 哈哈 猫小子我现在就过来帮你 哈哈哈 月光飞船 更多乌云 更多乌云 无敌音去 不不不不 都是水 全都湿了 为什么是我 我们是天下雨 猫小子 你能不能不要再担心被淋湿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黎明前阻止它 它就会遮住整天天空 我很抱歉 我讨厌被弄湿 但你说得对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那我们出发吧 月光威力 把那个乌云变得更大 雨再下大一点 还要紧紧追着猫小子跑 我真的是太喜欢看它像咱小的小猫一样到处跑了 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做不到 不要跑 猫小子 我需要你来合力阻止月之女 不要担心 那就只是一点水而已 月光威力 把它遮起来 哦 你跑到哪里去了 月之女 把这拿下来 我们又能看见了 哦 不 猫小子 快帮帮我们 你是躲不掉这个的 月之女 哦 我想我绝对可以 只要你一直是一只傻傻的怕水的小猫 那你就永远拿我的乌云没办法 也就是说 是我赢了 我赢了 哈哈 乌云们 所以 要留意车外那个在西玩郡的大白球 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哇呜 求到公园里去了 我的天哪 你在干什么 月之女 水小英雄 见识一下我的月亮球 他在白天会吸送所有有趣的玩具 到了晚上 他们就都是我的了 我们会阻止你的 阻止我 我的月亮球不仅可以吸走有趣的东西 他还可以吸走水小英雄 哦 卑鄙传 踢他 毛头妖女 踢他 月亮球为什么没把我们吸进去 或许是因为我们踢了他 是啊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足球 检验一下我的球技 嗨 哇 天呐 抱歉 但 这一脚多棒啊 哈哈哈哈 东 durum Crisp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抓紧了 你这只小猫 哦不 你不用 嗯 啊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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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哦哦 哦哦哦 雪之女 快帮我下来 帮你下来吗 好呀 不不 我来接他 这比较 我来接他 我来接他 我来接 让我接 我接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